這部是和Xperia Z2很相似的華為Ascent G7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阿Banny 我們手上的這部是華為的Ascent G7 早一個月發佈的機器 這部機器的外觀特性和上一代P6沒有大分別 都是用了前後相模擬和機底圓弧形的設計 其實這個背部我看起來真的非常像Xperia Z2 整個鏡頭、配置等等 加上這個玻璃面的機器 整個風格和Z2非常相似 當然啦 機器會量很多 先說機身配置 配置呢 接近機底地方有一個揚生器 這個揚生器我們看到沒有任何東西 在這部機器放在桌面的時候令到它夾起一點 所以正面向上放在桌面 只要小心一點 可能會遮蓋到的音量 在這箱的右邊我們會看到有這個音量按鍵 還有兩個用針開啤的 一個是SIM卡和一個MicroSD卡的插充 這個Power鍵也是很像Sony一樣的 左邊基本上我們看到什麼都沒有很乾淨 至於上一代在這個位置的3.5mm 就放在這頂上 而那個兼具防塵塞功用的SIM卡插槽針 就已經消失了 我們開機的時候看到這部機器的系統 我們要開這個 我們要開這個 在這個鎖定螢幕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一個 捷徑之類的東西 我們會看到這個主介面 跟以往的風格有一點不同 這個是華為在這部機器上 新造的Emotion UI 2.3的介面 雖然是沒有這個Edge 但是它本身有這個顧客服務 還有來到香港之後 或者不是來到香港之後 一發布已經是 它本身有支援LTE的網絡 這個機器的特色 除了它很薄很漂亮之外 這個螢幕都比上一代漂亮了 它另外的特色就是在相機上 相機雖然沒有什麼特別很強橫的功能 但是轉過來自拍的話 就可以看到有一個全景模式 這個全景模式就是一個全景自拍模式 為什麼全景自拍呢? 我們按了之後 我們按一下 直接拍照 你會看到它叫你轉過去另一邊 先轉左手邊 然後再轉右手邊 然後拍完之後 等它一會 再開回來看 就會看到它是一張三合一的全景自拍 對於一些 喜歡一個人去旅行的朋友 是非常適合的 簡單的動作之下 我們看不到有 可以有太多的感想 但是我們 至少在設定裡面 看到有多了一些不同的東西 好像有一個叫做 操縱按鈕的按鈕 我們開了之後 會看到有一個懸浮的按鍵 可以按背後 還有一些手套模式 最後也要看看 這部手套模式 這部手套模式 是一個安裝4.4.2的手套模式 還有它是行的一顆 HIGHSILICON的KIRIN 910T 就是4核心 1.8GB Based on this podcast A9 簡直動手套模式 到這裡先 其他的感想和評論 就要讓我們在動手套證明裡面 繼續告訴大家